陈玉銘同學 大家好,我是這次的高雄市好人好事代表的其中一個代表,我是玉銘 那我原本是透過高雄科技大學金融系的推薦 所以有幸獲得就是在副審決審這個過程當中有順利得到這份殊榮 那我其實覺得對於志願服務這一塊,我是從15歲開始投入這個部分 那一開始可能只是說去圖書館做志工,到後來其實我覺得教育這一塊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自己也深受教育這個部分的幫助 所以我在比較後期階段的一些志願服務主要都著重在一些兒少的客服 然後幫忙一些偏鄉學童去寫一些NPO的計畫去申請經費 然後給他們的學習所用這樣子 那我覺得其實每一個人的信念,每一個人的祈願 就是可能這是一個美好一個善良的一個意念呢 在一張小小的,在一張大大的黑色的紙張中 可能看起來是一個小小的火光 但是其實當我們可以一個接著一個的傳承下去 那就是讓這個火光可以就是慢慢的散播開來 其實我覺得有一天也許就能蓋住這張黑色的紙張 讓這張紙張有了光彩跟就是一個光亮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也是覺得說大家可以都是 懷抱著一個感恩的心 然後去從自己自身開始做起 去慢慢的用愛去交零這一顆 就是自己內心這一顆浮種 然後慢慢的讓這顆浮種可以枝繁葉茂 然後可以亭亭成映 那後來可以勇喻成林這樣子的一個展絕 那我也很謝謝就是這次的一個高雄市好人好市 運動協會的這個部分的頒獎 然後也有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散局的推行這樣子 很感謝社會,謝謝 Minnie說飯 來找他的這個類似我 被登場